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关注后私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几种驱散霉运的几种小方法 我们看第一个就是穿鲜艳的衣服 如果是这个近期的运势不好 霉运常常发生 最好是在这个时间段呢 穿比较鲜艳靓丽的衣服 因为鲜艳的衣服呢 可以使本人的气息啊得到改善 整个你本人的一个气场和磁场 从这个上到下啊 都包括裤子和衣服都要穿的鲜亮一点 这个为什么以前 我们说这个以前的人喜欢穿大红 红色的衣服 这个就是能够让自己最近的美运呢 能够得到去除 从而改善自己的运气 这个是一个鲜艳靓丽的衣服 第二个呢是定期的剪头发 其实有的人之所以啊 会有一些美运 是因为本人很久没有理发 导致头发障碍 我们说头发是藏污纳垢最好的地方 最好的地方对于人来讲啊 所以说这个藏污纳垢的意思 就是煞气比较重啊 自然会把一些煞气引上全身啊 所以说会造成美运的发生 因此呢想要化解这种美运呢 就最好是定期啊 大概就是半个月 一个月最好是理一次头发 那么第三个呢 是做开心的事情 运气不好的时候呢 情绪低落 情绪低落呢 又加上这个 这个恶性循环嘛 加重了这个美运的发生 那么人的情绪和气场啊 包括运势啊 是相互作用的 所以说遇到一些倒霉的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想办法改善情绪啊 让自己高兴起来 给自己营造一种快乐的氛围 那么第四个呢 是戴头巾 戴头巾 其实现在很多人呢 这个是都是佩戴一些头巾 配饰来作为一个装饰和点缀 所以说佩戴头巾呢 其实是一件不奇怪的事情 如果是一个人没运降临了 近期运势不好 那么最好是佩戴一些 比较鲜艳亮丽的这种头巾 也能够改变自己的气场 使得运势得到一个改善 这是一个几种化解的小方法 这个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一种啊 也是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用的东西和一些生活习惯 好了 有关这个内容的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困惑可以关注后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